方女士介绍 半年多以前 她逛超市的时候 看到一家中国黄金门店 在做金氏已旧换新的活动 就用自己的旧耳环 换了一对新耳环 她是一个家的好 以后饭也不用钱 不用费用 不用手工费用 然后我就第一次 我就给她饭了 方女士说 旧耳环抵了一千多 她补交了六百块钱 后来耳环断了 她又拿了其他旧金氏 来一起换 方女士告诉记者 这次换笛手镯后 她在2021年6月11号 加价三千五百二十块钱 换了另一只金手镯 7月18号 又到附近一家中国黄金门店 加价七千三百四十二块钱 换成了现在这只金手镯 最近她有些后悔了 她按这个一口价 我也不知道 那不知道的情况下 她没放掉了 后来我就觉得犯亏了 然后我同事都说 就是人家买的房金 都是按扣来算的 我一个同事 两个同事都是 他们买的时候 都是按扣来算的 然后他们说 你这个也 就是公益也就这样子来 方女士说 她前两次换手镯时 门店的工作人员曾经承诺 可以用一口价金饰 换按客计价的金饰 现在她就想换成按客计价的 就这两个 两个谁 中间的一个 我也不太记得了 他们是微信跟你说的 还是店里跟你说的 是店里跟我说的 我没有录音 之前跟方女士对接的 两位店员都不在 现场的店员帮忙联系了店长 对方在电话中介绍 不会向客人承诺 一口价金饰 可以更换为客重类金饰 我们家一直都是 一口价换一口价 一口价换不了按客的 它已经更换过两三次了 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在相同的售价 是两万块钱的情况下 是一口价的这种金饰 提成高 还是按照客重算的 这种提成高 哪一个提成高是吧 对 我觉得都差不多 因为我们都有提成 对你差多少 哪个高 这个我们不方便透露 因为每家门店都不太一样 提点都不一样的 陈店长认为 方女士应该清楚 金饰已就换新的规则 他们不会为她更换客重金饰 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 录像应该明下的线权 这个我们下回来 提醒他 如果不能一家门店的 谁还可以 darn就 赶紧 看您的标志